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春夏是旅游的旺季 但是在出门在外 家里没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防范家庭盗窃 防范偷儿入门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将请到郑律师 郑伯仁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回答这样子的问题 你有一些点子 可以告诉大家对不对 可以防范这个小偷入门 所以我给你讲一个 打官司的秘密好不好 OK 我有一次有一个侦探 他赚了我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真的很棒 每一次我们打官司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对方的背景 OK 每一次 我有一天我问他 我说你给我 给我讲一点点 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跟我讲说 我第一件事情 不是您想象的 我说是什么 他说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 如果看Facebook 看微博 看微信 其实我已经知道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了 他们的行程是什么 是啊 Oh my gosh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常常就是 特别如果你要去度假 不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对因为我记得前不久之前 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个Facebook 一个女生 她在这个Facebook上就登说 她在帮她奶奶算钱 就当天晚上就被抢了 就是现在这个社群网站 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社群网站的使用安全 我有一个朋友 她跟大家讲说 她扫墓 她要花一天两天的时间 就特别孝顺 回来的时候 家已经被抢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现代 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需要特别注意 而且是一个新的趋势 因为我知道很多 尤其是像说 你可能 比如说家长们 你可能没有使用Facebook 或是没有使用Twitter 可是你的孩子们有使用 所以孩子们呢 没事到就说 Instagramming 对不对 然后就说 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你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不在家 你什么时候回来 都让这个小偷们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了 所以就是在社群网站上面 要特别的小心就对了 就是第一点 另外呢 其实有时候家里面 如果长时间出去 可能三天到一个星期 家里面都没人 有时候从外面一看 就知道你这家里面 暗暗的就是没有人 那怎么样我们可以 想办法不要让这种成为 你自己家里成为目标呢 当然一般的人会觉得 晚上的时候可以有 自动的灯可以开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秘密 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以前是检察官说 我们要学嘛 对 第二件事情呢 人家会看就是 如果你报纸跟信 开始堆起来的时候 人家知道你不会在家 可是这不是秘密 秘密是什么 你不能跟邮政局讲说 你们不在家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小偷是在 内部里面邮政局 他们有人家会 把这个information给他们 所以 这让我非常的震惊 对 然后这个也有案子有出来 人家被抓过 因为这样子 我建议人家 不要让邮政局知道说 你们不在家 所以这是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 人家想说 你以为你会相信邮政局的人吗 当然 他们会讲说 如果我不在家 我赶快打电话给警察局 打电话给邮政局 让他们知道说 我一个礼拜 从哪一天到哪一天 我不会在家 我也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变成很多的案子都有出现 这个真的让我太震惊了 那怎么办呢 像我们这些堆积的这些油信件 我们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 当然就让家人还是朋友 跑一趟 对啊 对 好那只能相信自己人 那就是了 您是说 另外呢 像这个 像你说要告知邻居 就是除了 如果说邻居除了他可以帮你收信件之外 他也说如果看到这可疑的人物 他也可以帮你通报 对不对 所以平时是不是就要跟邻居打好关系 当然了 这是华人的 我觉得一般做错的地方 对 他们也不想理别人 可是也不希望别人理他们 对 变成说很多的案子出现的时候 他们可以帮助 因为你没有跟你的邻居有这个关系的话 他们也觉得不重要 我们中国人以前常讲一句话叫做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佛假 你要是平时没有打好关系 你要临时要请人家帮忙 我想大家也会觉得说 你怎么突然跟我要套交情 所以平时导好这个邻居的关系 相信可以守望相助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我们很多人 有时候会怕忘记带钥匙 他们就会把这个钥匙 藏在家里外面某个地方 你觉得这样做是好 好的事 是好跟不好 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 他们是藏在一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门的上面 放在一个石头的下面 固定的几个地方 是啊 这是每一个人藏的地方 那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 后院 这个我理解 可是放在前面的树下面 石头下面 一般的人他们都会去找他 那如果说万一真的 你的这个家里面 真的不幸被偷了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第一点 第一点的话 当然你要打电话给警察 让他们知道 我觉得很重要 很多人没有这样子做 是特别高科技的电脑 他们都有serial number 这个都可以拍下来 如果警察他有去找到的话 马上可以知道是你的 警察如果拧到他们那里的话 警察局 他们堆的满箱都是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说要给谁 是 因为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不但可以 就是帮助你 不要被盗窃 可是如果警察有找到的话 也是最后可以把他拿来 可以物归原主 所以我们一开始节目就是说 现在现代科技 你这是Facebook 然后结尾也是告诉他 现在现代科技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用电脑的方式 去直接把他追回来 所以现代人 要保护家里的安全 跟他真的不太一样 那么非常谢谢郑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这么重要的提点 那么希望大家这个季节 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能够安安心心的 把家里的环境 好好地做好准备 也请你的邻居多多帮忙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OK OK OK